被誉为地球最强英雄的哨兵变成丧尸有多强 他以一己之力啃食复仇者联盟并传播丧尸病毒 最终在极短的时间内整个地球都沦陷为丧尸的世界 而在另一个宇宙里 成为丧尸的是同样十分强大的亥波罗 还有他那高仿DC正义联盟的制高中队里全都成为丧尸 哈珀带领阿尔法小队和占星赶到飞马基地支援 然后就在地下基地内发现丧尸制高中队藏在这里 原来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制高中队 而是科学家用虚假的制高中队DNA制造的活尸克隆体 活尸克隆体获得制高中队的能力并认为自己就是本体 随后阿尔法小队把丧尸们困在天马基地内 但是丧尸亥波罗还是通过岩浆逃到了外面 同样还有名为核弹头的丧尸也在先前已经逃走了 如今哈珀意外召唤到昏睡过去的红星杰克 他们到底该如何逆转至危险的局面呢 拿好白旗浩克水主美队闷顿钢铁侠探考索尔红烧鹰眼爆炒黑宝负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视角来到佛蒙特西部的核电站 此时核电站的冷却塔发生事故正在坍塌 大量消防车正在下方不断对核电站设施喷水来降温 就在这时候阿尔德林市长专程来到现场 消防员立即向市长禀告是反应器发生了损坏 辐射的泄漏使得整个核电站设施的温度在急剧飙升 而消防员们利用洒水车来降温简直是杯水车薪 不能说没有用 只能说再多水都是徒劳 被市长对了一顿后消防员长官也不想再争论 而是带着手下继续去想办法救灾 市长还想跟进去查看情况 但是立即被医护人员凯西扁拦住 而凯西其实就是阿尔德林市长的妻子 凯西表示里面是不准非专业人员进去的 市长立即抓住凯西的手臂让他听自己说 现在不管怎么冷却都已经为时已晚了 整个小镇的人都遭到泄露的核辐射侵害 只见市长把手抚摸在妻子凯西的脸颊上 表示现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齐心协力阻止辐射 不然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凯西听到后闭眼低下头 随后开启抬起头表示自己只是希望阿尔德林是安全的 但阿尔德林表示自己会陪着凯西 现在他们都必须尽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 紧接着市长进入到核电站的安保室内 在这里查看监控的警长表示这是一次恐怖的袭击 不是地震导致的核电站损坏 地板被炸开一个一人宽缺深不见底的洞 从中飞出一个外观看起来像英雄一样的东西 而他们认出那似乎是至高中队的成员核弹头 随后他们发现核弹头突然冲过去啃咬工作人员 很显然核弹头的行为绝对不是英雄之举 眨眼间核弹头已经把所有工作人员咬死 随后核弹头飞到监控摄像头的面前 看起来他似乎是要离开这个核飞料处理室 而现如今 这些工作人员的尸体和核弹头一起消失了 其他小组的成员也没能看到那些尸体去了哪 更别提现在核电站的各种电子设备都适应了 市长立即让警长打电话查一下 有没有对至高中队的通缉 同时告诉他们 这里有一个失控的至高中队成员 一会之后警长来到工厂经理老本的家 他要去询问一下老本对这件事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在车上就发现老本的家居然是打开的 于是市长直接拿上手枪以防万一 随后市长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去 但是接下来的画面吓坏了他 因为那名至高中队成员核弹头就在这里面 他恶狠狠地抓住老本的身躯并不断探视 老本的身躯肠子洒落出来 但他仍旧还没有彻底断气死去 视角回到天马计划基地深处的能量控制室内 此时的哈珀还在不断尝试叫醒昏迷的红星杰克 他是真的需要红星杰克帮自己渡过难关 霍斯觉得根本没必要理会毫无价值的红星杰克 现在他们俩就等于是等着被丧尸吃掉 而哈珀知道这些房间的门都是有连接着别的通道 所以他想要继续逃到别的通道去 就在哈珀要带上红星杰克的时候 他们旁边的大门已经被撞开了一道口 正在攻击大门的正式力量属性较强的神力公主 旁边还有断了下半身但仍旧在啃食的蓝天使 塑料人很好奇蓝天使下半身都没了该怎么消化 神力公主迫不及待要吃到躲在里面的哈珀与托斯 而叶英很好奇风速侠又跑哪去了 塑料人表示风速侠带着一顿饭款 在等待的时候金射手还有云雀夫人以及蓝天使聊天 他们都在调坦蓝天使断了下半身这件事 紧接着叶英指挥两栖人继续循着逃生通道进行搜捕 同时叶英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在无法启动的电梯前闻了闻 居然闻到了人类战心的味道 于是叶英直接掰开电梯的门 并让蓝天使负责去追击 因为会飞行的蓝天使在电梯井内行动最迅速 在神力公主还在卖力撞击防爆门的时候 金射手想到一个十分绝妙的进步 叶英询问金射手这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金射手拿出一只箭尸表示他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也许可以创造一个丧尸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市长大人二号就说立即对着核弹头开枪 并且大喊着让他放开可怜的老本 长穿肚烂的老本倒在地上瞪大眼睛看着市长 市长原本还奢望老本也许还能被救活 结果老本居然拖着长子撑起身躯 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好饿呀 原来此时的老本刚好被转化为丧尸 就在下一秒核弹头突然抬手一发能量射线攻击 市长向后倒下居然及时躲开这致命一击 市长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战胜核弹的 于是他二话不说抱头俯身躲避射击并冲出房子外 市长在上车前看了一眼核弹头并怒骂道 该死的 你本该是一名英雄 随后市长坐上车开始猛踩油门 结果下一秒车身还是被核弹头的能量轰断成两层 幸运的是这辆车是前驱动力 没了后半截车身也仍旧还能快速驾驶 市长再度回到飞马计划基地内 此时正在惨叫的肥皂盒接到框架的消息 肥皂盒在被风速侠抓住身躯快速拖行 被拖了许久的肥皂盒也终于强撑地找到了对侧 他掏出自己内放在大腿右侧的枪鞋 他把枪顶住风速侠的肚子猛开一枪 重枪的风速侠立即倒下撞在墙上 而肥皂盒也因为惯性而倒在地上 视角再度来到市长这里 开着半截车的市长大人成功逃出生天 他的妻子凯西也立即开车赶来接他 坐上车的市长立即用无线电联系警长报告自己的情况 而警长已经通过华盛顿那边的说法 得知核弹头实际上已经是一只丧尸了 警长告诉市长 核弹头已经身为欧米加级别的威胁 而市长知道这种级别的威胁意味着什么 身为退伍军人的市长当然很清楚 因此他需要联系一个人 就在这时候开车的凯西发现十分恐怖的情况 那便是就在他去接市长的这短短几分钟里 整个小镇的人都已经感染丧尸病毒成为了新的丧尸 市长很清楚就算还有活人也迟早会感染病毒 也就是说现在必须舍弃整个小镇 这时候警长拿着枪械找到市长准备讨论计划 结果他们身边的汽车立即被突然射来的能量数炸毁 警长抬头一看 正是追杀而来的核弹头 为整个小镇的生命感到愤怒的警长立即开枪 只是很可惜这一枪打在核弹头的肩膀上 警长再次开枪 但是这枪打在核弹头的左臂 随后核弹头瞬间发射能量数打在警长的身躯上 威力巨大的能量数直接让警长化为积焚死去 而市长见此情况也只能紧紧抱住妻子凯西 就在这时候核弹头突然被一辆冲锋而来的汽车撞飞 他那连续中枪的左臂也在撞击中断开 而这宛如天神下凡一般赶来救援的居然是消防员们 他们站在快速行驶的消防车上用防暴斧头不断劈砍丧尸 市长立即抓着凯西的手上到消防车上 但是断了右臂的核弹头仍旧站了起来准备再次发起进攻 所有消防车在丧尸群中不断冲锋 但是核弹头发射的能量数也炸飞了好几辆消防车 在最后面最大的消防车上 市长拿到了接收特制信号的电话 他使用自己的密码后成功把电话打过去 此时飞马计划基地内 哈珀和霍斯正在搬运晕厥的红星杰克 就在这时哈珀接到主框架发来通讯 一直留守在基地外的主框架接到了一个通讯请求 是市长阿尔德林打来的 原来阿尔德林成为市长之前也是一名特种兵 并且就是带领哈珀这支阿尔法小队的忠孝 他把自己遇到至高中队丧尸核弹头的事情告知哈珀 市长询问哈珀能否带领小队来帮忙对付核弹头 但是哈珀现在自身难保 他告诉阿尔德林必须要认清楚现状 现在除了最直接的火力压制之外 在无能消灭丧尸的办法 听到这个回答后阿尔德林也彻底想到了 他当然知道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于是他让主框架帮自己联系另一个高层领导 就在此时的飞马基地 神力公主终于靠自己撞破厚重的防爆 霍斯与哈珀发现丧尸闯进来却没有立即发起攻击 反而是金射手慢悠悠地拉弓搭解 唯一的问题是金射手那支箭头诡异的箭尸 上面似乎绑着许多颗丧尸的牙齿 下一秒金射手的箭尸精准命中霍斯的后脖 霍斯立即觉得自己好像被丧尸咬了一口 而哈珀拖着红星杰克不断后退 他是队长 理智告诉他霍斯没救了 另一边最后幸存的一架消防车还在不断对付丧尸 而市长和妻子凯西则是坐上消防车的云梯上到屋顶 他已经请求了军方对小镇进行最高级火力覆盖 现在市长和妻子登上屋顶纸球能多活一回 他们本想打电话给孩子们呢 但是没关系了 幸好孩子们住在另一个区域 他只希望孩子们能明白爸妈为何这么做 紧接着市长将手中的照明棒丢向飞到车顶的核弹头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架赶来支援的战斗机在他们头顶飞过 夫妻二人都知道 是时候结束一切了 市长阿尔德林抱住自己的妻子凯西 在他们的头顶上 是一枚战斗机投掷下来的核弹 丧尸单身狗核弹头看着他们 凯西与阿尔德林拥抱在一起互相注视对方 夫妻二人同生共死 就算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离 也是在这时候核弹头抬起头 注意到了头顶上的没真正能够 下一秒核弹落下车地 爆炸的恐怖威力瞬间摧毁整个城市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 整个小镇的丧尸全都被杀死 就算是丧尸核弹头也无法避免 视角回到飞马计划基地内 霍斯拔出插在自己后脖子的丧尸剑势 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正在逐渐丧尸化 此时夜莹金射手云雀夫人神力公主还有塑料主 他们气势汹汹地朝着霍斯和哈珀的方向走去 这时候的哈珀正在拖着红星杰克进入另一个通道 霍斯告诉哈珀 他要彻底变成丧尸了 而哈珀怒气冲冲地告诉霍斯不要屈服 不要让丧尸牙齿告诉他谁是身体的主人 就在这时候金射手抽出剑时准备再次发起进攻 而霍斯扭过头去盯着金射手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转化为丧尸 而他的理智成功战胜了食人魔的饥饿 只见被嘲讽的金射手和霍斯同时朝着对方冲过去 金射手拉弓搭剑 霍斯也丢下榴弹枪去摸手枪 在同一时间金射手与霍斯同时朝着对方射击 但是很显然手枪子弹的射速比弓箭更快 因为不断拉弓搭剑的金射手已经身中竖枪 甚至有好几枪都是命中一些致命位置 而霍斯就算近距离被箭矢射中也没有特别大的伤害 特别是霍斯彻底冲到金射手的面前的时候 霍斯已经把枪顶在金射手的脑红上 随着金射手扣动扳机 金射手瞬间爆头而亡 霍斯成功杀死金射手为自己复仇 但是云雀夫人却在此时冲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立即对着霍斯释放声波攻击 霍斯那千疮百孔的身躯立即溃烂解体 只剩一个脑袋掉落在地面上回落 另一边在电梯井里面 战兴还在不断顺着缆绳往上攀爬 但是整整24层楼的高度让他进步缓慢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蓝天使追杀怪 但是战兴一点也不慌张 他用双脚扣住缆绳后倒挂抓住蓝天使的翅膀 随后战兴咬牙切齿直接将蓝天使的翅膀扯断 这场战斗对于战兴来说简直毫无悬念 另一边肥皂盒正在步行爬楼和守在地面门口的主框架回落 而就在此时他发现双七人居然突然出现 双七人一跃而起准备扑杀肥皂盒 肥皂盒立即转身一发力点速击中双七人的下半身 这一枪下去双七人的双腿直接消失并摔在地上 但是双七人靠双臂爬行仍要继续进攻 于是肥皂盒再次一枪摧毁双七人的右手 紧接着在一枪消灭双七人的左手 失去双手双脚的双七人只能如动前进 但他大喊自己仍旧可以咬死肥皂盒了 于是肥皂盒准备下一枪就瞄准双七人的脑袋 就在这时候一只手按在肥皂盒的肩膀上 肥皂盒扭过头发现出现在眼前的居然是占星 他松了口气 见到占星意味着自己得救了 占星一脚把毫无威胁的双七人踹开 并询问肥皂盒是怎么这么快到达第一层 肥皂盒表示自己是被风速侠抓到这 他用粒子树枪把风速侠打绑 他觉得至高中对丧尸们的能量频率都很多数 所以打算好好深入研究一下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诡异的生命出现 他们回过头看去 发现眼前是一个丑陋的巨大怪物 而他正式造成丧尸危机的达里奥博士 此时的他似乎成为了丧尸小头目 身后跟随着一大群丧尸小弟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整个基地的人都消失了 因为绝大多数都被达里奥变成了丧尸 此时躲进秘密通道的哈珀正准备关门 结果门居然被丧尸霍斯的脑袋卡住了 哈珀十分惊讶地把霍斯的脑袋捧起来 霍斯嘲讽红星杰克是个承受不住压力的人 所以哈珀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对于红星杰克有一个猜测 哈珀作为一支专门应对超级人类紧急情况的队伍领导者 他已经完全了解过关于红星杰克的信息 他知道红星杰克唯一崩溃的时候 是在迷失自我和困惑时 当红星杰克有任务有目标时就从未出现过问题 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现在他必须依靠红星杰克处理丧尸 不然全地球都面临这场丧尸危机 他需要红星杰克 需要他成为英雄 红星杰克的父亲是一名科学家 他研制出的零号液体被很多人给予 父亲经常劝儿子杰克要做一名英雄 但是杰克一直因为母亲的死而恨父亲 父亲每次都一遍遍表示杰克不懂这一切 直到某一天基于零号液体的人枪杀了父亲 父亲在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让他快跑 而杰克却因为过度慌张而撞上防护栏 这使得他掉入零号液体当中并被淹没 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杰克身躯被零号液体摆葬 获得超能力的他当场引发爆炸并杀死袭击自己父亲的人 但是幕后真凶还没有死 因此他化身为红星杰克开始威服报仇 在这过程中他以自认为的正义去行使 从而使得很多英雄不得不出面阻拦他 因为红星杰克的正义行为牵扯态度无辜者 后来红星杰克向马西表白 并表示自己身躯蕴含着危险能量 所以自己不能和他在一起 而马西表示其实自己是一个外星人 和杰克死去的妈妈是同一个星球的族人 如今他的母星赖以生存的太阳即将熄灭 所以马西希望杰克用自己的能力救活太阳 并以此解决自己身上的能量问题 马西告诉杰克他妈妈这一生都在为此努力 甚至杰克也是因为这件事才诞生的 于是杰克跟随马西回到他妈妈的星球 帮助这颗星球的人拯救垂死的太阳 后来红星杰克发现这个星球的人都在利用它 他们甚至想绑住红星杰克并把他丢进太阳里 在经历这一切后红星杰克仍旧决定挽垂死的太阳 虽然经过这一切后他妈妈的母星在也不向的家 后俩他遇上了隐隐侠并发生很多故事 还和很多超级英雄一起联手对抗敌人 终于在某一天美国队长邀请他加入复仇者联盟 但是好景不长 成为复仇者的他能量再次濒临失控 为了让能量稳定下来 他必须每天在特制的房间内待14个小时 直到某一天他在处理罪犯的时候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他抓住一名伤害儿童的罪犯不断飞向民众 最终他在地球之外引爆自己那能量崩溃的神区 这便是红星杰克以前的所有经历 为何会有这么大篇幅内容讲述红星杰克的故事 因为这个丧尸故事就是在迎接红星杰克的再次回忆 哈珀讲完这一切后再次呼唤红星杰克醒来 他真的需要红星杰克来挽救这一切 此事在外面 神力公主又在不断撞门 而夜莺似乎在看基地的蓝图结构走别的路 很可惜 红星杰克似乎仍旧没有要醒的样子 没有唤醒红星杰克的哈珀想了另一个办法 丧尸霍斯主动请应要让自己发挥最后的作用 那便是让哈珀为他这个脑袋绑上大量炸药 并且在和哈珀聊着天的时候用嘴咬住引爆器 在神力公主成功撞开门闯进来的时候 哈珀念着诗将大意凛然的霍斯脑袋丢出去 霍斯咬着引爆器盯着眼前的丧尸 直到时机成熟后他当机力断咬下引爆器 并大喊 尝尝这个的威力吧 紧接着霍斯脑袋发生威力巨大的爆炸 成功将神力公主直接炸飞出去 大量水泥石板掉落下来重重压在神力公主的身上 同时也堵住了这条路的通道 就在这时哈珀听到红星杰克的声音 哈珀看到杰克醒来后立即自信了起来 而杰克表示自己了解情况 但他需要一点时间调整状态 就在这时的塑料人居然再次从通风管道冲了出来 并且当着红星杰克的面将哈珀吞进嘴里 塑料人像条蛇一样根本没有拒绝 而是硬生生把哈珀吞进石道并往卫部送去 这一刻红星杰克终于怒了 他的双手再度酝酿起久违的狂暴能力 并恶狠狠地盯着塑料人表示他完蛋 自己可不是那些好说话又温柔的超级英雄 视角来到天马计划基地门口这里 增援已经在路上 但是赶来就太迟了 主框架表示基地内的他们是唯一能阻止丧尸的人了 堪萨斯州发生的丧尸事件已经都结束了 甚至还死了一批堪萨斯州的超级英雄队伍 主框架表示如果知道是这样的敌人 那自己就出手了 因为自己的能力是最合适这次危机的 可主框架在通讯的正式肥皂盒 此时他和战兴正在面对恐怖的敌人 那便是眼前的丧尸小头目达里奥博士 主框架一直在门口维持着大门的开启 所以战兴与肥皂盒必须把丧尸们都拦在这里 另一边叶英与神力公主还有云雀夫人 他们三名丧尸讨论着如果成功离开这里 那么他们将会为了生存下去而猎捕更多食物 他们早已经忘了自己曾经身为英雄的样子 就在这时候神力公主发现跪在地上的风速侠 神力公主以为风速侠是没吃人肉而难受 之前的剧情里风速侠被肥皂盒用能量枪打中 而这一发能量枪子弹似乎改变了风速侠 此时的风速侠跪在地上呻吟着说一切都错了 他痛苦地说道 真可悲 我们到底变成了什么 叶英表示他们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现在的他们被饥饿掌控着一切 饥饿便是一切 饥饿就是永恒 此时在另一边 红星杰克认出塑料人是制高中队的一员 塑料人还表示自己吃了很多人 真的太美味了 就在这时哈破的声音从塑料人的食道里传来 红星杰克这才发现哈破居然没有死 于是他立即朝着塑料人发起冲锋 要趁快把哈破从塑料人的肚子里救出来 塑料人像馋除一般伸长舌头攻击 被馋住脖子的红星杰克一点也不慌 他必须要找到塑料人的其余身体并打倒他 在缠斗挣扎的过程中 塑料人的身躯不断拥走 这使得通风管道和天花板发生弹打 很快塑料人的整个身躯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而眼前这一幕让刚刚重生回归的红星杰克吓坏 因为塑料人的身躯因为吃了太多人而变得超级巨大 这些人全都是被塑料人直接吞进肚子中消化了 剩下无法消化的骨头不断撑打他的身躯 塑料人大喊自己这个身躯至少还能吞下红星杰克 红星杰克这一刻目自欲猎怒火的到边风 他立即用自己的能量烧毁塑料人的双手 并抓住塑料人的舌头把他的脑袋扯过来 大喊塑料人刚才吃了最后一顿断头饭 紧接着他一发能量数轰出去 差点直接打断塑料人的脖子 但也差不多了 只剩一些皮肉还连着 愤怒的红星杰克直接撕烂塑料人那庞大的身躯 顿时大量被消化的血肉和无法消化的骨骼喷涌出来 这一幕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又恐怖 在一堆残骸中就有还未被消化的哈普 他大口呼吸着空气并爬了出来 在经过这次危机后 俩人全然忘了刚才的恐怖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聊了起来 并且气氛也越发的暧昧 单身狗塑料人在一旁看着眼睛都瞪大了 就在俩人聊得越发尽兴的时候 再也受不了这委屈的塑料人发起偷袭 结果被红星杰克和哈普联手瞬间击杀 接着哈普笑着表示现在他与杰克联手 要一起让这里的一切都恢复正常 在哈普与杰克就要谈情说爱的时候 占星与肥皂盒在基地门口拦截丧尸们 但是丧尸太多了 他们都在往外冲锋 渐渐的他们再也无法阻止数量庞大的丧尸 开始有丧尸成功来到敞开的大门处往外走去 而丧尸小头目达里奥博士为此感到很兴奋 虽然变成了丧尸 但他更强了 只不过他发现自己没有完全变成丧尸 自己的右手就还是鲜活的人类血肉 就在这时候肥皂盒看见主框架站在门口堵杀丧尸 他的手臂上弹出高速旋转的刀刃 任何靠近他的丧尸都会被无情切割成两半 肥皂盒在一边打一边退的过程中踩到丧尸的尸体 这使得他倒在地上 即将被丧尸扑石 就在他的脚即将被丧尸咬中的那一刻 他大喊自己宁愿不要腿也不会留给丧尸 并立即开启粒子树将丧尸和自己的腿一起摧毁 肥皂盒因为失去双腿的剧痛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同时另一边占星遭到丧尸的围攻 但是强大的占星大喊自己是绝不可能被丧尸打败的 他用力挣扎 将靠近自己的丧尸全部打败 但就是在这时候再度恢复丧尸饥饿的风速侠打败 他大喊着自己终于可以冲出外面找更多食物 他一边说着一边立即重拳出击打在主框架的身躯上 结果便是他的手被主框架的机械伸去撞满 达里奥博士大喊咬他呀 为什么不咬他 紧接着主框架被神力公主一拳打爆脑 随后神力公主扯下主框架的手臂 表示因为主框架是个不怕被咬的机器 同时神力公主也闻出达里奥博士的右手还是人肉 达里奥博士慌了 他可不想被吃掉 就在这时候叶英也走了出来 很显然如今的局势已经对阿尔法小队不利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红星杰克带着哈破冲了出来 在杰克的高速飞行下他终于来到了门口处 哈破飞身下来直接一脚踹中叶英的脑袋 同时红星杰克双手发射能量攻击神力公主与云雀夫人 占星看见哈破没有是感到很高兴 如今哈破再也没有一开始嫌弃占星的态度 甚至他觉得如今的局面胜算很大 紧接着哈破发现断了双腿的肥皂盒 但肥皂盒表示别管自己的腿 他刚才意外发现这些丧尸的身上携带泽塔能量 哈破躲开叶英的攻击立即想到什么 这些能量不正是红星杰克身上的零号液体能量吗 正在遭受攻击的杰克也感受到了丧尸身上的能量频率 这些能量正是让丧尸们能活过来的原因 哈破一边战斗一边大声讨论着这些能量 而红星杰克在知道这件事后更一会 丧尸与自己有同源的能量又意味着什么呢 哈破表示达里奥博士在宇宙中捕获了这股能量 用这股能量来制造这些丧尸之高中队 而红星杰克是这股能量的来源 这意味着红星杰克能够操控这些能量 所以哈破需要杰克把丧尸体内的能量都抽出来 得到命令后红星杰克立即开始操作 他第一次就成功抽出了云雀夫人身上的能量 此时战星被神力公主按在墙上即将被咬 红星杰克见状立即反手抽出神力公主身上的能量 随后他再次一甩手 抽出正在袭击哈破的夜莺的能量 紧接着哈破严肃对杰克说道 旁大的能量彻底摧毁他周围的所有丧尸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达里奥博士趁机逃了床 爆炸结束后哈破看向自己的嘴壁 这是刚才夜莺袭击自己是被咬伤的 杰克十分担忧地扶住哈破那颤抖的身躯 随后哈破肉眼可见地在杰克面前丧尸化 哈破在彻底丧尸化前对杰克说道 我不能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哈破彻底丧尸化 占星安慰红星杰克 表示必须要处理掉丧尸化的哈破 但杰克拒绝了 哈破没有放弃他 那么他这次也绝不会放弃哈破 下一秒哈破弯下腰有些癫狂地说道 杰克 我好饿呀 求求你 快杀了我 但是红星杰克仍旧拒绝 他抓紧哈破的肩膀把自己的能量灌住进去 大喊着自己拒绝杀掉 随着光芒消失 哈破居然成功复原了 他震惊于杰克的能量居然能逆转丧尸化的过程 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没事了 他觉得自己充满了脑离 还能感觉到零号能量在自己体内流淌 杰克十分认真地看着哈破说道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我绝不会再失去你了 哈破有些惊讶 杰克居然动了真感情 他看着杰克说道 杰克 你拯救了今天 随后他扯住杰克的衣领 恶狠狠地继续说道 以及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杰克表示哈破救了他的命 那他也会这么做 但哈破没有让杰克继续说下去 而是恶狠狠地直接把杰克的头按下 然后用力亲吻在他的嘴上 表达自己的心意 肥皂和用两根丧尸腿骨作为管杖 他感叹这次行动死了太独无辜的生命 至高中队将作为最糟糕的超级英雄团队 而载入实测 但是战星听完后 却觉得这么描述是不对的 因为这些丧尸至高中队 是实验室制造的克隆员 也许他们除了以被制造的方式存在之外 从未有过其他机会 来用别的方式活下去 虽然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是不能被原谅的 但真正的至高中队的确是英雄 如果人们以他们是英雄的这件事记住他们 那至高中队将能够做到更多事情 视角来到飞马计划基地外 一个金发雀斑身穿火辣竞装的美女走回营地 他和男友来到这个偏远的山区里露营度假 结果他一回到营地 就看见男友被一个诡异的人杀死 而这个诡异的人还在啃食他男友的肠子 此人正是彻底变为丧尸的达里奥博士 他看着眼前鲜嫩的小美女流下口水 看来今天的晚餐也有着落了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 丧尸英雄 至高中队的全部内容 丧尸系列还有超级多的布什黑格 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多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有不同的想法和想说的话都可以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点个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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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